網路戰爭中讓我們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開始我們先帶您來關心到 發生在台中大雅的縱火世界 原來這跟房屋的交接有關係 在這次的縱火意外當中 也造成了三死一傷 當時新的屋主跟律師 一共三個人進到屋子裡頭 沒有想到原屋主竟然波汽油縱火 也連帶導致了三個人死亡 而當中林姓弟弟也就是證明 活下來男子是驚險逃到了二樓 跳樓逃生才保住一命 鄰居的監視器拍下縱火之後 透天錯一樓燒了起來 烈焰濃煙瞬間籠罩了民宅 好可怕喔 黑煙密布透天錯關門放火 門口大火逃不出來 有人逃到二樓 跳樓逃生 民宅縱火發生在台中大雅 新屋主林姓姐弟帶著女律師要來點膠 原屋主58歲的陽姓男子心有不甘 他準備了汽油彈 等到人進入屋內就放火 準備玉石聚焚 當時屋內四個人造成了三人死亡 唯一脫困的是33歲的弟弟林姓男子 他跳樓逃生有燒燙傷擦錯傷 現場處理之後由救護車送醫 今天就是來做房屋點膠 那房屋點膠當然是有前屋主 跟新的買主 疑似債務糾紛 然後原屋主不滿這個 屋子被轉讓被買去另外買主買走 透天錯因為債務的關係產權轉移 原屋主不願意搬家 事先準備了汽油彈縱火燒屋 消防隊滅火之後 發現原屋主躺在客廳 林姓女子跟游姓女律師 躺在往廚房的通道 三人葬身火箍 弟弟跳樓逃生 唯一幸存 TBS新聞 紅彩倫許綠帆李正成 吳淑萍 台中報導 我們持續來追蹤這一集的縱火命案 當時活下來的林姓男子 他的證詞就非常重要 他是怎麼描述當時他進入到屋子裡頭 所發生的情形呢 他說他們才剛踏進這個房子 一分鐘不到 這個原屋主就拿著浴藏的汽油 直接朝著大門潑灑 而且隨即點火 當時他是緊急逃到了二樓 而且從二樓跳下來 才驚險逃過一劫 停好車子 新屋主林姓男子跟姐姐 和律師表姐一起走進屋內 他們準備點交這一棟 新買的三樓透天房 但怎麼回事 一分鐘後一樓屋內就竄出火蛇 原來當時要跟他們點交房屋的 原屋主楊姓男子已經在屋內 還預謀準備了整桶的汽油跟汽油彈 炒三人頗有點火 警方初步調查 縱火者是58歲楊姓楊屋主 他自己跟另外一個人有債務糾紛 先把房子賣給債主後 債主再賣給33歲的林姓新屋主 4月11號下午2點54分 林姓姐弟與表姐優姓律師上門 要來點交房屋 疑似雙方口角爭執 楊姓男子潑灑汽油後 在縱火一樓大門出不去 新屋主林姓男子從樓梯 逃到二樓後再跳窗逃生 但姊姊跟表姐律師 以及縱火男三個人 同時命喪火窟 警銷透露新屋主等三人 進屋後才發現原屋主 將汽油裝在一個藍色桶子內 他們根本不知道屋內 不只存有大量汽油還有汽油彈 進屋採過一分多鐘 嫌犯就縱火燒人又燒屋 來不及逃 本來是開心買了新房 最後卻是命案現場 TVBS新聞 在這邊也非常謝謝威廉的超級留言 他說好幾天不見了 他來了 的確在這幾天 你沒有來 大家其實在留言區 也是不斷的討論你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 現在強政已經來到了第九天了 當然現在對災民來說 心情是非常煎熬的 尤其現在天王新大樓 是持續在進行拆除作業 但是大樓主委 其實心裡有非常多的委屈 因為在這幾天 包括當地里長 不斷的接受接到了 這個愛貓人士的電話 認為說 在這個貓完全沒有救出來的狀況之下 你們不可以拆 而這個主委聽在耳裡 當然心裡也非常焦急 他說自己不是不愛貓 而是如果現在不拆 到時候又要誰來幫他付 拆除費用的錢 讓其中一隻雞疑似奔跑 過程中卡住鐵絲 倒掛在半空中 他備做了什麼 就是菜給雞吃肉給貓吃 友善心人士特地叫了外送 生怕天王新大樓的雞吃 跟貓咪餓肚子 不過大樓主委很崩潰 因為有動保團體 和愛貓人士頻頻發聲 認為應該多給一點時間救動物 加快救援流程 然而現在拆除進度都過了七天 還拆不到一半 讓主委壓力大到血壓飆高 激動跪地甚至吐血 求求你不要去拆除了 也停止鬥工 沒有人幫我拆除 以後誰幫我拆除 我們沒有家 我們已經沒有錢了 天王新大樓主委深思力竭哭喊 一度情緒激動 現場人員緊急叫救護車送醫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表示 中央沒補助的話 拆除費用縣府會支付 整個過程為了安全 仍會以拆除優先 前面在過去像昨天的情況 有為了這個貓還有前天 那的部分 有確實有稍微延後了 這個拆除的進度 貓咪的部分 因為它現在在裡面 我們很難去掌握它的動向 所以考慮到整個這個建築物的安全 還有它會影響公共安全的情況下 我們只能邊拆邊注意邊留意 現場指揮官的判斷 應該都會以民眾的公共危險 為最大的一個利益 拆除作業持續進行 預計還需要兩週時間 由於建物結構不穩 現場拆除人員壓力山大 TVB新聞崔仲群 劉婷婷在花蓮的採訪報導 的確這個壓力真的是比山還要大 尤其現在呢 在很多的拆除人員 以及我們剛剛看到了 大樓主委心裡也都有兩難 到底是要拆樓還是救貓呢 其實主要還是因為 這個主委心裡承受了非常重的壓力 因為有一名愛貓人士到場要求說 你們可不可以暫停拆除 先把這些貓救出來了 才繼續拆天王心大樓 但是眼看這個天王心大樓 越來越邪 當然對當地的公共安全 也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所以很多人都是希望說 可以越快拆除越好 原本預計是要兩個星期拆完的 現在進度也明顯落後 所以可能大樓主委心裡壓力非常大 甚至在現場崩潰吐血 也是不斷的哭喊 但是當地的志工就說了 其實恐怕大家要稍微的緩和一點 還是要尊重當地的施工單位來判斷 但內政部的看法是怎麼說 他說如果短期內 沒有辦法找到這個貓的話 就要繼續拆 避免更多的公共危險發生 因為很明顯 天王心大樓已經是一個 結構相當不穩的圍樓 現在只靠著H鋼梁 持續的在頂住這一棟大樓 還有動保團體就說了 其實動物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他們希望發出連結說 未來這個災害防救法 以台灣來說 其實目前是沒有涉及動物的部分 他們希望把動物救援也納入 而且在2022年的時候 美國的相關法令 其實也就把動物的權益 也加入了法令裡頭 也希望可以比照美國的法令 不過這幾天 其實現在大家非常擔心的說 如果現在餘政持續的在進行發作的話 有沒有可能會對天王心的大樓機構安全 可以說是雪上加霜呢 最新的數據來看到了 包括現在主鎮加餘政 總共來到了844起 氣象署就說了 雖然說目前看起來 餘政是有逐漸緩和的趨勢 但是千萬不可以掉以清晰 因為包括這兩個月 還是餘政發生的密期時間點 都要小心這個規模較大的餘政 而且這樣子鎮的時間 恐怕會時間拉長來到一年 所以大家一定都還是要特別注意 不過其實在餘政發生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拆除人員心也嚇嚇的 尤其是駕駛吊車 還有拆除重機械的這些駕駛員們來說 邊拆邊遇到餘政都非常的緊張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所拍攝的第一手畫面 第一視角坐在吊車內 小心翼翼操作掉臂 將搜救人員和右捕龍精準送到清斜的天王心大樓旁 救出受困的貓咪 就算是遇到餘政鋼梁不斷晃動 吊車駕駛還是堅守崗位守在車內 等到餘政結束後繼續趕工 從早到晚風雨無阻 就是希望能夠讓搜救和拆除工作順利進行 3號花蓮大地震造成天王心大樓半島 隨後進行拆除作業 吊車將H型鋼梁吊起支撐在大樓旁 吊車公司老闆羅先生在操作時全身灌注 一秒都不敢鬆懈 從他的角度紀錄驚險的每個瞬間 因為那個花崗街它的路寬比較小 所以他們要撐的那個地可能有限 其實大家都在說為什麼撞那麼慢 因為那個地很小 你要撐那個的 就是撐那個的角度會不同 所以就是也是有難度 因為現場阻礙重重實際操作吊車 將鋼梁放在正確的位置 並不是大家以為的那麼簡單 羅先生希望民眾可以體諒 而他對於搶救貓咪的過程也很有感 因為我家有養貓 所以就是我也是能體會他們的那個 就是他們的心情 所以我就想說快點來幫忙 能感投身受貓咪主人交集的心情 盡全力尋找 不過身處在最危險的現場 免不了恐懼 其實我們開吊車也沒辦法跑 如果真的打我了還是什麼 也只能 對啊 也只能認命 對 也是會怕啦 其實大家都 對 大家都很 就是心裡都會怕 而且大家都很辛苦 雖然害怕 但還是坦然面對一切事情的發生 現在對他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 天王新大樓的作業能夠平安結束 TB的新聞綜合報導 其實對所有人來說 如果人類跟動物都能平平安安 當然是最好的結局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要特別注意到 是台灣迷猴 尤其在這次的地震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到 很多人罹難的地點都在沙卡當步道這邊 尤其是前段跟中段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在這個前段跟中段的部分 本身在這裡有相當多的台灣迷猴聚落 全段就有37群次 在前段跟中段的部分就有31群次 這些台灣迷猴平常都在樹上活動 而且花蓮一天到晚都地震 他們其實已經非常習慣的 但是其實我們這一次可以看到說 地震這麼嚴重 很多的專家 尤其是這位文化大學系 文化大學觀光系的 助理教授盧堅賦 他就說了這些台灣迷猴恐怕 凶多吉少 如果可以避潔存活的話 很快就能適應 但是其實現在大家也都很關心 這些動力的權益 也希望他們可以平平安安的 但是在地震發生當下 大家特別關注的就是呢 身體比較脆弱的這一群 你看到這個畫面呢 就在慈濟醫院裡頭 小兒加護病房 在第一時間這些護理師們 是直接衝到了這個病床旁邊 護著這些小朋友小病患 就是擔心他們在這些地震當中 會受到更多傷害 也展現了護理師偉大一面 地震發生當下 嬰兒病床不斷晃動 甚至移動位置 護理人員立刻衝到病床旁邊 右手穩住 關心嬰幼兒的狀況 另一隻手則緊抓著 點滴和呼吸器等設備 就像是小寶寶們的英雄 這一幕讓人相當感動 3號花蓮牆症 慈濟醫院小兒加護病房 有13名嬰幼兒病患 很幸運的是 當時7名大夜班 和8名白班的護理師 正在交接班 所以都在現場 地震發生當下 兩班人力充足 一人互住一床的小病患 其實當下 同仁都蠻互相合作 就是趕緊去照顧 就是安撫他們的 自己的病人這樣子 其實當下我們真的有嚇到 因為在搖晃的過程中 我們也不知道 小朋友會不會被 拋出床外之類的 所以我們重點還是要保護 住院中的病人 地牛大翻身 護理人員第一時間 不是往門外逃命 而是衝向病床 保護幼童的安全 一方面也是擔心 小朋友的安危 就是怕如果 上面有天花板掉下來 或者是 機器掉下來也有可能 所以就是怕 因為大人受一點傷沒關係 小朋友不能受傷 一定會害怕 但是就覺得 保護小朋友第一優先 我覺得他們很棒 對 幫我們保護小朋友 很感動啊 因為有護理人員 用盡全力保護孩子們 才讓他們都平安無事 而這次的地震 也造成醫院部分財損 目前仍在評估中 不過院方也澄清 並非外傳的高達上千萬元 而他們也會努力修復 讓民眾能夠放心 貼別新聞高知有成家 從花蓮採訪報導 其實4月10號這一天 其實在全球上 特別關注到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馬席二會 再來就是美日峰會 其實在這次的美日峰會當中 非常明確的就是要 建制中國大陸 但其實以中國大陸 現在也透過馬席二會 展開大外宣之外 同時也可以說是展開大內宣 因為在央視的重點晚間時段 是連續兩天 頭條播報了馬席二會的消息 甚至在這一次的會議當中 這個蕭旭成也是馬英九的 基金會執行長在受訪的時候 特別強調說 九二公訴是幫助兩岸走在一起的 共同政治基礎 但其實這個時間點真的非常巧合 我們先來看看 在美日峰會當中到底談了什麼 當然在這一次的峰會當中 主要還是希望 美日雙方可以升級為一個軍事同盟 而且提升在和平時間 或是在緊急時間 雙方在軍事方面的互相操作性 而且當然非常密切要協調 如果在今天中國想要片面改變現狀的話 這些中國挑戰他們要來如何應對 而且在這一次的峰會也一再強調說 如果在今天中國大陸想要片面的武力 來脅迫改變現狀的話 就要果斷的回應 甚至在這一次的峰會當中也提及到 在印太地區比較緊繃的情勢當中 也就包含了台海 主動提起台灣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之外 也特別點到了南海局勢必須要來共同應對 而為什麼在這一次的 包括馬歇爾會跟美日峰會當中 時間怎麼這麼巧剛剛好就在同一天舉辦呢 其實美國的專家是怎麼看的 美國的前中國事務主任何瑞恩就說了 其實美國升級在亞洲的同盟關係 讓北京展現到了 這個應該讓北京感受到 有一種被孤立的威脅 但是透過馬歇爾會 他要展現的是我沒有被孤立 而且判斷說在這一次的馬歇爾會當中 兩岸關係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到底時間是不是刻意的還是巧合呢 以他的看法來說根本不是巧合 而且在拜登制度說要協防台灣 他也認為說是認真的 再來共和黨的眾議員蓋拉格也說了 美國必須要採取緊急行動 要確保台灣不會走上了烏克蘭的命運 變成被下一個專制政權侵略的目標 但其實現在除了美日峰會之外 接下來還有美日非三國峰會 大家也都在聚焦說到底要談什麼 不過在這次美日峰會上 在國宴上其實也流露出 從這個不僅你就可以發現說 是滿滿的日本風情 而且日本首相岸田文修 也意有所指的引用了 星際爭霸戰裡頭的台詞 他說美日兩國要勇敢走向 前人所未知的領域 也為新的美日關係揭開新的篇章 美國總統拜登盛大設宴款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只是當拜登邀請大家舉杯禁酒時 要大家舉杯結果自己手裡沒有酒杯 迎來全場哄堂大笑 幸好一旁服務生趕緊送上 岸田文雄則特地以英文說出 電影星際爭霸戰的知名台詞 闡述美日同盟 最後讓我從星際爭霸戰 國宴現場正商雲集 除了有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夫婦 現任副總統賀錦麗 國務卿布林肯 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也帶著女友出席 日本知名混身雙人團體 Yoa Sobi也罕見受邀 而且兩人還坐在主桌上 現場更請來Paul Simon為國宴演奏 岸田這次在華府的國事訪問 除了軍事合作之外 美日更有全面性的合作 包括經濟貿易 最夯的AI科技還有太空探索 一名日本太空人 就準備加入NASA的登月計畫 儘管拜登與岸田這回峰會 主要劍指中國大陸 但北韓顯然也覺得備受威脅 金正恩就以周邊地緣 政治不穩定為由 下令三軍全面備戰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對美國總統Joe Biden來說 他可能腦袋裡也在盤順著 是要怎麼來解決中東 現在戰雲密布的問題 尤其以他衝突到現在 當然大家特別關心到 是加薩的人道危機之外 現在可能更要擔心說 整個中東局勢 有沒有可能讓整個區域戰爭 再度的出現呢 我們先來看到 以色列在4月1號的時候 轟炸了伊朗駐敘利亞的領事館的外館 而且當中革命衛隊的高層指揮官 總共造成了12人死亡 這一次的攻擊行動 當然讓伊朗非常不滿 因為說你竟然炸掉我的領事館 炸掉我的外館 當然對我的這個國家主權 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威脅 在事發的第一時間 其實伊朗就抱持一個非常不滿 而且說一定會報復 現在再講一次 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就說了 他視同了領土被攻擊 而且在電視談話當中 也說我一定都會報復 等於說不止一次流露出報復的態度 但是以彭博社來說 其實恐怕還真的有可能 讓整個戰士再度升溫 包括美國跟盟友都評估說 伊朗或是他的代理人在這幾天 就有可能展開大規模的飛彈 或是無人機攻擊 目標在哪裡呢 可能會攻擊的地方 是以色列的軍事基地 或是政府機關 用的是高精準的飛彈 避免傷及無辜 尤其最重要的是要避開平民 但是這樣的結果 很有可能導致 以哈戰爭大幅升級 而且真的升級的話 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就看伊朗什麼時候動手 而且過去伊朗要展開行動 大部分都會採取一個 代理人的行動 隔了一手 恐怕會讓這個衝突稍微的降溫 但是現在衛報更擔心的是 華府飛揚遊戲說 如果在今天德克蘭 直接從伊朗發射飛彈反擊的話 恐怕對以色列來說 也是一個完全不能接受的反擊 所以說現在呢 美國總統Joe Biden 他說他會保衛以色列 免於伊朗的威脅 這樣的承諾可以說是尖如鐵甲 但以色列軍隊其實現在已經 重新的開始分配他的軍事資源 在前幾天我們也告訴大家 以目前來說 他告訴盟友說 如果今天被攻擊之後 就會對拉法展開地面戰 而且如果真的攻擊 真的是來自伊朗本土的話 他也會直接對伊朗進行進攻 但其實在穆斯林的國家來說 現在環境的是開齋節 因為齋節月好不容易結束了 但是對加薩地區來說 他們依舊是面臨到的是人道危機 第一個還是持續的飢荒狀況之外 在連環的炮火之下 也讓在這一次呢 這個哈馬斯政治領袖 哈尼亞的三名成年兒子 其實在這一次的攻擊當中 連環炮火也讓他們被擊斃了 而哈尼亞呢 是以哈停火協議當中的談判員之一 我們知道在這一次的開羅協議當中 停火的協議並沒有完全的談成 可以說是破局了 也讓哈馬斯跟以色列 再度的進入到敵對局面 這要這個消息呢 哈尼亞他就說了 以色列就算殺了他的兒子 他也不會改變立場 而且在加薩地區的饑荒情況有多嚴重呢 我們用熱量來計算的話 數十萬的人口每天平均攝取的熱量 只有200多卡 穆斯林的齋戒月結束 伊斯蘭國家都在慶祝開齋節 家人吃團圓飯和甜點 信徒換上新衣 然後到清真寺祈禱 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印尼 清真寺和街道上全都是跪地祈禱的民眾 今年大家共同的願望是和平 盼望明年的開齋節 所有的穆斯林都能平安慶祝 戰火摧殘下的加薩地區開齋節 沒有歡樂只有滿滿的悲傷 民眾失望的團員是能在瓦里堆下 找到往生的親人 少女為慶祝開齋節準備的新衣 被壓在瓦里堆下 她難掩失望 但能活著就很幸運 哪敢再奢求其他 加薩上百萬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只能找最近的清真寺祈禱 伊軍並沒有因為開齋節而停止轟炸 但就算是冒著性命危險 他們仍堅持聚集在一起 完成開齋節儀式 加薩婦女用國際慈善團體捐贈的麵粉 製作開齋節點心 裡面放了野藻芝麻和茴香 至少要讓孩子們感受到一點節慶的快樂 開齋節也是掃墓的日子 目的放眼望去都是興奮 親人圍坐在一起沉默著 沒有眼淚和悲傷 面對殘酷的戰爭 他們無言以對 我的孩子失去父母 她說 當我告訴他們 我會去訪他 他們說 媽媽我們想去訪爸爸 這個小人 在砍在石頭上 說 我想去訪爸爸 他說 誰會去訪我 倚君在開齋節 持續炮轟加薩的難民營 還擊斃了哈馬斯政治領袖 前巴勒斯坦總理 哈尼亞的三名成年兒子 他們都是哈馬斯的特工人員 空襲發生時 哈尼亞正訪問多哈一家醫院 幕僚收到消息後 告知噩耗哈尼亞低頭看著地板 沒有顯露悲傷 哈尼亞發表聲明表示 家族已經有60人死於五軍之手 週三的空襲還炸死了他幾名孫子 哈尼亞是以哈停火協議的談判員之一 他也怒嗆以色列政府 殺了他的孩子 也不會改變哈馬斯的立場 以色列在美國的施壓下 同意開放邊境通道和港口 運送物資進入加薩 以色列國防部表示 大量物資已經湧入 但聯合國的發放效率太差 導致難民拿不到物資 聯合國回應 以國在許多地方進行封鎖 物資根本進不去 聯合國近日的報告也顯示 加薩部分地區已經陷入饑荒 數十萬人每天平均攝取的熱量 只有245大咖 TVBS新聞總和報導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朝鮮半島 尤其金正恩再度放話 他在視察金正日 也就是以他爸爸命名的軍政大學 當時的話 他就說了 這個周邊的地緣政局是非常不穩定的 比任何時候都要做好戰爭準備 該為一場必須要打贏的戰爭 做更堅定更周全的準備 而且不僅僅是可能 所以從他的話語 還是來勉勵軍人 說這個在大學裡頭的準軍人 必須要做好備戰的準備 但其實以整個北韓的步調來說 在軍武方面的確是動作頻頻 尤其是在上週的時候 在加強武器試驗說是有成果的 包括是成功試射了新型的中程彈道飛彈 裝有極音速的彈頭 還有飛彈都完成了固態燃料化 還有核武器化 當然大秀肌肉還是做給包括日本 還有南韓看的 甚至金正恩也說 當敵人選擇軍事對抗 他們也會展開一切的手段 用致命的打擊當作回應 但其實以現在南韓來說 他們國內最大的新聞 當然就是選舉議題 尤其國會大選的結果正式出爐 證明了包括是南韓總統 尹錫悅的期中考 可以說是完全的不及格 大家看到這張畫面 他拿著大蔥 因為其實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民眾對通膨的議題是非常有感的 但是呢 尹錫悅上了超級市場 但是呢 看著蔥竟然不知道蔥價 因此讓很多民眾非常不滿 說要發起大蔥革命 剛好也怕被他的政治對手 抓到了這個小辮子 積極的來鼓吹 而在這次的國會大選當中 總共要選出總共的席次有300席 當中最大在野的共同民主大 拿下了過半的161席 也成為了絕對多數 出國調查結果 南韓國會大選 結果出爐 直政黨、國民力量黨 殘敗 300個議員席次只獲得108席 另一邊最大在野黨 共同民主黨 選得比以往更好 拿下過半席次共174席 南韓總統 未來三年的執政 注定補教 南韓國務總理 和執政黨臨時領導人 韓東勳在敗選後相繼辭職 專家認為 這是委員長的其中考試 而成績不太理想 上個月 影席月參觀超市 以為價格只要三分之一的特價蔥 是正常價格 被酸吃蔥不值蔥價 民眾的怒火燒成大蔥革命 直接反映在選票上 這次選舉的黑馬是前法務部長 朝國所組成的祖國革命黨 上個月才成立 就一舉拿下十二個席次 成為國會的第三大黨 南韓這次國會大選 投票率達到百分之六十七 創三十二年來新高 不過民眾擔心選前政府 動漲的油、電、天然氣等價格 選後可能會一舉飆升 TVN新聞綜合報導 的確剛剛我們看到 其實在國內的物價漲幅 當然會對整個政局造成 非常大的影響 而在台灣來說 我們常常都討論到 我們是不是被中國大陸經濟綁架了嗎 而且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機會稍微解套 看來是有一些眉目出現了 我們先來看到 在台灣三月份的對外出口金額 竟然爬上第一名的是 美國來到了91億的美元 增加了將近六成五之多 排名第二的是中國大陸 79億美元跟去年同期相比 增長了六個百分點 這樣落差大家看起來就非常大 這樣的情況是在2003年來 第一次出現 等於說其實我們現在最大的出口 貿易的國家就是美國 當然就是三月份的數字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現呢 主要還是跟美國調整 他們國內的進口產品的產地 是有關係的 其實連帶影響到了 全球很多國家的這個貿易洗牌 像是美國減少依賴中國大陸製造的商品 引發了全球貿易關係的重新調整 不只中華民國 其實在2023年的時候 韓國南韓對美國的出口 也大於對中國大陸的出口 所以說其實美國也讓全球的貿易關係跟著改變 但是呢其實剛好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一再提到的馬席二會 其實以彭博資訊來說 是有這個里程碑的意義 因為在JIS的會面當中 強調的是兩岸溢價這些觀點 但是如果我們從貿易的數據上來看的話 哇這個故事就完全不一樣了 最後我們要來看到大家也非常關心的通膨議題 剛剛我們來看到南韓的大蔥 甚至在台灣之前的雞蛋 這些民生物質的漲幅 還有通膨話題一向都是讓大家 覺得特別有感 但是通膨有機會在美國降溫嗎 這大家非常關心 因為會牽涉到在接下來的六月份 到底會不會降息 但是恐怕讓大家覺得這個數字不太樂觀 因為在三月份的核心物價指數增加的是3.5% 等於說給華爾街泼一個冷水 在六月份能不能如大家的預測一樣 持續降息 恐怕專家也打上了一個大問號 這項壞消息就是美國勞工部統計局最新公布 美國三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明顯回溫 年增3.5%不但超出預期 還創下六個月以來的最大增幅 以類別來看整體食品雜貨價格與前一月持平 但依然比一年前高出1.2% 至於推高上個月物價的最大元凶 則是汽油和住房 貢獻超過一半的通膨增幅 以汽車保險來說 費用比前一個月多出2.6% 更比一年前大增22% 至於最關鍵的汽油價格 則比前一個月增加1.7% 分析師表示 美國有超過55%的煉油產能 都分布在墨西哥灣沿岸地區 而這些種植原油價格 在最近幾個星期攀升 在加上俄羅斯石油減產幅度超出預期 加速美國汽油價格上漲 當中加州民眾成了最大苦主 根據全美汽車協會 加州的油價在過去八個星期 每加輪飆升70美分 成為目前唯一一個價格破五字頭的州 加州油價之所以高居全美之首 被認為是因為有自己的混合汽油 再加上高稅金 以及目前還有好幾座煉油廠 正在進行保養維護 當中又與那帕谷 舊金山等五座 加州城市的車主 最能感受到這波油價上漲的威力 加州民眾無法控制的還有房屋價格 位在矽谷黃金地段 酷比蒂諾的這棟獨棟別墅 正在打廣告求售 從外頭看上去似乎挺舒適 但空間只有10坪左右 比一般美國的飯店房間大一點點 這棟位在五尾巷的小屋 打出170萬美元的售價 和台幣超過5400萬 但由於對比附近的房價 至少都要500萬美元起跳 還是吸引不少人上門詢問 另外這位仲介是負責買房客戶的一方 他表示就是酷比蒂諾十多年來 所賣過坪數最小的物件 儘管根據最近一份二月的數據 全美獨棟新物的銷量意外下滑 百分之零點三 但在中古屋長期短圈的情況下 基本住房行情還是看漲 而就在關鍵通膨報告出爐後 馬上給當天的華爾街泼了冷水 美股三大指數全面收黑 稻窮的大跌超過百分之一 因為連續三個月的頑強通膨數字 讓市場對於聯準會六月 就能啟動降息的預期更無望 機率從報告出爐前的百分之五十六 降到只剩一成左右 少數經濟學家更認為 要等到2025年才會實現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在美國呢 則是再度爆發了警方 執法尺度過當的問題 原來是有四名芝加哥的警察 攔檢沒有吸安全帶的駕駛 但是這名駕駛開槍 打了遠景的手臂一槍 沒想到反而是在41秒之內 連續被開了96槍 也造成這名駕駛當場死亡 美國便衣警察靠近車輛 還舉槍大勢命令駕駛開門 下一秒混亂場面發生 短短十秒內至少二十聲槍響 激烈的駁火場面 還被附近民居拍了下來 警察正在撞開 這是上個月發生在美國芝加哥市的案件 一名叫李德的男子 因為沒系安全帶被警察攔下來 沒想到執法過程中卻爆發槍戰 從滅入器畫面可以發現 四名員警在41秒內連開了96槍 警官警察調查後表示是李德先朝員警手臂開槍 他們才反擊 只是李德下車後 儘管沒有攜帶武器 把槍留在車內座位 卻依然被亂槍打死 讓人質疑美國警方是否有執法過當 李德的媽媽表達對警方執法的不滿 遺族律師也懷疑警方攔查的正當性 芝加哥市長布蘭登-強森表示 會徹底調查警方責任 不過也不會寬恕任何襲警的意圖 TVN新聞綜合報導 而義大利北部的水利發電廠 則是發生了水下渦輪的爆炸意外 也造成了四人死亡 當中有四個人依舊下落不明 消防人員扣好繩索準備垂降 準備進入爆炸現場救災 只是建築物裡頭已經被炸得滿目蒼夷 從空拍畫面中可以看到 濃煙不斷從建築物中竄出 這是義大利北部一座水利發電廠 因為發生水底爆炸 讓當地消防隊還得派出潛水員 進入水面峽救火 這起爆炸導致水下酒樓的結構部分坍塌 不只讓發電廠內部淹水 還造成至少四個人死亡 另外還有四個人失蹤 當局初步判斷是廠內的渦輪機發生故障 才導致意外發生 究竟水利發電廠在1975年啟用 已經有49年歷史 而且傳出電力公司工會 早在兩年前 就警告過設備老舊的問題 現在發生這樣的公安意外 也讓工會決定發動罷工 希望外界重視發電廠安全問題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中國大陸的跨境電商賣到南韓去 靠著低價策略成功打進了當地的市場 但是也被發現說 其實當中很多的產品似乎都不合格 致癌物飆高來到了700倍 而且很多爸媽 台灣的爸媽都會買的固齒器 當中的品質似乎也有問題 台灣爸媽也會買的 香蕉造型矽膠固齒器 讓小嬰兒咬著玩 可用來清潔牙齒 還有撫慰功能 但南韓檢測後發現 從大陸電商平台出貨的固齒器 材質會碎裂 放入口中容易有窒息風險 大陸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電商速賣通 和拼多多旗下的Timo因為東西超便宜 去年打進南韓市場後 短短半年銷售額就暴增130% 但南韓檢測機構TBO 這些平台販售的部分戒指、項鍊 當中的致癌物竟然超標700倍 被勒令停止販售 十副耳環中有四副被驗出重金屬超標 十個戒指樣本中也有三個重金屬超標 不合格率高達兩成以上 除了成分刊率 大陸電商假貨橫行 同樣讓投訴案件暴增 價格是正版的四分之一 結果消費者買了之後 發覺品質太差 南韓政府光去年收到的投訴案件 高達近兩萬件 因此近期以大陸電商平台 涉嫌廣告不實為由 宣布啟動調查 另外美國政府也出手 針對提姆和虛應不用繳稅 就能入關的低價包裹 將進行嚴格審查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買東西最討厭商家增加重量 用來換取更多的金錢 但是在中國大陸 這個一名打假博主 就遇到了這樣的遭遇 他發現說 店家賣的五金小龍蝦 竟然不到新台幣450塊 他覺得非常好奇 也覺得當中有鬼 因此呢 就特地去秤了重量 沒有想到 竟然發現說 店家是偷金減兩 他也打電話舉報 但是也沒想到 惹怒了店家老闆 雙方就搭了起來 一群人在店裡拉拉扯扯 要出去理論 原來是大陸一名打假博主 花了新台幣440塊 跟蘇州昆山市的這家餐廳 買了五金小龍蝦 結果這名打假博主 擋場秤重 發現被偷金減兩 店家只給了三斤 他立刻撥打消費者 申訴熱線舉報 讓老闆瞬間暴怒 老闆使出超派鐵拳 惡狠狠掐住打假博主 書信男子的脖子 揮舞拳頭暴打 結果書信男子臉上掛彩 疑似腦震盪 當場報警處理 大陸食安問題頻傳 另一名男子 則是吃到假的酸菜魚 大陸知名酸菜魚品牌 東大方 竟然出現假魚片 男子嚼不動 懷疑魚片是塑膠做的 店家這麼回應 民眾把假魚片拿去實驗室鑑定 結果發現魚片根本是塑膠 這間酸菜魚 連鎖品牌出面道歉 表示是員工不小心把模型魚片混進菜裡 已經向消費者道歉 進行後續賠償 在歷經了水源事件之後呢 大古祥平的清白讓很多人也都希望說 拜託他真的沒有做包庇水源的事情 但是現在美國的檢方掛保證說 大古祥平真的是清白的 他是水源事件的受害者 也連帶讓他揮別相關的陰霾 標出10秒89的驚人飛毛腿 大古一路狂奔重回本壘 但在這時球也已經傳到本壘 主神一開始盼大古安全上壘 但雙城提出挑戰 經過重播輔助判決後 證實柯瑞亞的神技轉傳成功阻殺 讓道齊無緣拿下追平分 最終以2比3輸給雙城隊 道齊教練在賽後也說 因為跑者是大古祥平 才會下令讓他挑戰奔回本壘 雖然道齊輸球 但在這一場 大古還是繳出連續七場敲鞍 單場兩度上壘的好成績 而大古另一個好消息 就是他的前翻譯員水源一平 已經回到加州 並且開始接受政府調查 美國檢方掌握證據顯示水源一平 擅置更改大古銀行的設定 讓大古無法收到銀行通知 確認匯款交易的訊息 這也等於證明大古兩星期前 在記者會上 聲稱自己不知道帳戶的錢 被偷偷轉帳的被害說法 終於還大古清白 而紐約時報也提到 水源一平聘用擅長白領犯罪官司 前洛杉磯檢察官弗里曼 擔任他的辯護律師 向美國司法單位尋求認罪協商 不過對大古來說 終於能擺脫水源帶來的各種紛擾 渴望能更專心於球場上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南海透過音樂還有影視作品 拉攏了更多觀光客 從南韓人川機場 開往首爾站的機場鐵路月台 集滿來自各國的K-pop粉絲 他們要搭乘的這班列車很特別 車廂內有男子偶像團體 17的各種裝飾 大部分乘客都是為了17演唱會 入境的海外粉絲 我現在心情特別激動 因為明天就可以看到 信心念念在手機上看到的人了 根據韓國官方公社統計 2023年 全世界各國的爆發 全世界各國的魅力 專家分析 由於中國經濟長期低迷 路客人潮要恢復有難度 南韓文化體育觀光部計畫今年將舉辦更多大型韓流演唱會 大推美容 醫療和時尚結合的旅遊商品 吸引更多外國人到南韓觀光 南韓各景點都想借助K-POP的力量招攬遊客 但最近粉絲大咖點之一的 BTS專輯封面拍攝地相關擺設意外遭到拆除 BTS的PAN 등이 몰려들던 관광지였지만 지금은 흔적도 없이 사라졌습니다 BTS的 소속사인 HIVE가 BTS 서체 등을 삼척시가 동의 없이 사용했다며 철거를 요구한 겁니다 像這樣 BTS拍攝造訪過成為新鮮旅遊勝地的地方 在全南韓有20多個 40多位的藝人他們共同發起要來支持 強烈來協助花蓮災區重建的這樣的一個 方大偉 杜詩梅 劉翼兒 趙杰等人 現身花蓮門諾醫院 為當地災民及醫護加油打氣 謝謝你們那麼努力的加油 我們是代表很多朋友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心意 希望大家平安 其他人低調不多說 不過眾人 心力輕微 儘綿薄之力 將善款捐給受災戶 我們一起愛花蓮 有知名經紀人柴志平 著急包含旗下藝人劉翼兒 趙杰 加上黃大偉 王月 苗可麗 田中千惠 林業廷 一共50名藝人共同響應 募集了100萬元整捐贈 其中42萬元親自製贈給花蓮市及吉安鄉的 低收家庭戶 一共11戶二十二人受惠 前幾天吧 台北就已經在聯絡 就是那個我們地方花蓮爆料王那個班族 林位受命 然後我今天也在幫忙 就是在算錢啊 很禱告我就已經撲到一個 而且他的阿姨一講話我就 所以我說啊 我真的是 我真的最沒有用 花蓮媳婦杜世梅擔任地陪 她也說會在號召教會友人們祈福 另外以烏龍院文明的漫畫大師 敖宥祥也出手了 我們也要實現目標的決心 那有的力量才還有更有辦法去控制 包含十八羅漢心驚系列等經典之作 一半價四萬元實體展售 一共19幅藝術作品也線上拍賣 意賣所得76萬全數捐贈給東華大學 幫助校方與學生災後重建 TVBS新聞 高志宏 湘明鎮 崔仲群 宇宙群 劉婷婷歡迎報導 普悠瑪列車撞上落石導致出軌意外 現在大家檢討是因為落石偵測系統沒有發作 才會導致這樣子的狀況 鐵軌旁落石有大有小一共4塊 普悠瑪就是撞上他們之後出軌 從空拍能看見推土機怪手忙著清理 再往邊撥上看只要一有餘症 落石就又會往下掉 落石的高度啦 初步判斷大概有200公尺左右 落石可能已經蓄積在上邊撥 它屬於比較浮動的一個快速 10號晚間將近10顆石頭掉落 阻斷公路也彈跳到鐵軌 現在要先修復防落石柵欄 和加強邊撥護網 普悠瑪號列車出軌 但台鐵落石告警系統 才在0403地震當天建工 這回怎麼會 沒感應 但這一處是當時是評估是 邊撥算穩定的 落石告警系統監看26處邊撥路段 義務入侵提早預警 這次落石台鐵說不是高風險路段 但公路局把該區段標為 落石區 雙方各有立場 不過台鐵建制的告警系統 的確沒有這裡 連最基本的鐵路邊坡警示系統 到現在都沒有建制完全 這次四塊石頭從邊坡滾下來 穿越台九線和鋼軌柵欄 掉到鐵軌上 當初認定不太可能 現在卻發生 所以我想說這個後續 接下來他還有38處要做 他也可以把這個花蓮這一帶 再重新評估 如果他們要增加一些機會 我們這邊都會支持 我們可能要用最壞的情境來做評估 而後哪些路站 我們必須要優先去裝設相關的 這個偵測預警的 這樣子一個設備 索性普悠馬撞擊落石當下 列車快進站已經減速 否則最高速度可達到每小時160公里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TVBS新聞綜合報導